大家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五 有些讀者,因为这三四天,这几天 李克强总理的见报率很高,全部都是投板 大家要明白,在中国的官媒里 全部都是中宣部,即是中央主席 这些是无法假的,即是说 当中国的官媒,甚至胡锡进都说 中央最高权力准许了,最少现在是 李克强要急救中国的经济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你排面看到的,失业率6% 你当它是真正,不要当它是假,6% 那些外资就不断撤离 李克强已经降到降无可降了,基本上 降无可降,加上这个,他现在的清零政策 基本上无可降,降不到的,因为他没有疫苗 他即使现在有疫苗也太迟了,你现在问我 他可不可以买到中国十几亿人的外国疫苗呢? 我觉得也有一个疑问,因为那里有很多钱 所以你看到他没有逼针,即是中国没有逼针 因为他也知道科兴、国药那些是无效的 他们也知道他没有逼针,只是检测而已 所以他那个清零政策,现在他真的缩不了 他不能缩的 最好其实他就买现在最新O仔那种疫苗 但无论是习主席也好,不是习主席也好 他不需要的 即是说如果我走到这个阶段 我要转移买外国的疫苗 我走到这样了 我就突然间打了疫苗之后 全部可以没事的话,那党的面子就不用摆了 所以他扭不了态 即是说清零政策,他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走到... 其实你问我,他现在已经走... 即是在经济来说已经散了 所以你看到清零政策,之前我们曾经报导过 可能延续到明年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好了,经济不行,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很多人解读得很... 即是很浅的解读得 即是说习主席就没有了,那就荣优了 李克强就做党总书记等等 我觉得我们最好就是理性点去看这件事 简单说一句,你现在看到 李克强是从长过经济 其实他... 十年差不多 即是习主席一、二年上的时候 你见到李克强一向都是... 即是投行自散那样 如果不是何来出了一个留学出来 你问我在中国,经济比较是一个人物的 我就觉得是周小川 其他那些我觉得都是不懂的 李克强和王岐山是好一些 正常一些 正常一些 就由李克强就从长过经济 即是说清零政策是会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经济这样搞怎样搞呢 所以就找李克强出来 那习主席你不要搞经济了 为什么你说习主席没了权呢 是... 暂时来说我们看不到 因为你见到其实上海还是在封 上海还是在封 现在你见到上海或者我们昨天说的那些航拍机 看到陆家咀还是没车的 只不过就说经济就麻烦你找李克强搞了 那李克强搞了经济 如果经济不提上去 你一直搞清零政策下去的话 那分钟我们的失业率就去到十多个百分比 那中共元老才是掌权这个说法 绝对错不了 如果不是习主席怎么会给李克强搞呢 就是给刘洛搞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说习主席有没有兵权呢 有的 有 不过他不是整套兵权 他拿了一部分的兵权 那这个制度在美国有没有呢 一样有 就是拜登也是出来站台 Donald Trump也是出来站台 后面一样有帮元老 那帮元老 那帮元老有钱老 不懂的 不知 名字你都未必听过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Donald Trump被人扔出去呢 因为那帮元老说要扔你出去 便扔你出去 是吧 连法官都要听我们说的 制度一样 只不过呢 美国有两个党 而中国只有一个党 基本上那个架构没有太大分别 好 我们讲远了 有些人说习主席被逼要退 这个也是 如果你就这样看下去的话 这个应该是真的 其实习主席退了很久 习主席最早期 在2008年左右 即是2006、2007、2008年 他是想称霸世界 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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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Donald Trump打到头都爆了 他曾经说过一句 他说 不是谁的拳头大 便谁说是 那就是Donald Trump的中美贸易战 好了 接着美国人打不赢 那又怎样呢 称霸世界 不过称霸不了美国 算了 那便称霸了欧洲 那欧洲也没有了 那接着澳洲 澳洲也没有了 那怎样呢 那接着最少要称霸香港 香港搞到了 所以搞到了国安法 搞了国安法出来 我觉得那帮元老最失败 就是让他们在香港搞了国安法 由香港开始 经济就开始衰落了 中国的经济就开始差了 好了 那我跟着 清霸不了 你看到习主席退 我们在三月的时候已经说过 为何会换林郑呢 正常他不会换林郑 换林郑便立刻退 好了 如果这件事你不计 那你计 为何突然间香港要做全民检测 而跟着突然间说不用做呢 如果习主席一定做全民检测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说了 香港已经是党团决定了 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 你再看近一点 坦白说一句 如果真的习主席落命令 陈日军应该是用锁链锁的 好像黎智英那样 结果呢 那个消息一出来 他都没抓 他就已经说给他保释了 接着没有人说过 正常呢 这些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 文汇会说话 没有人说话 只是李家超说了一句 哦 跟宗教没关系 那你看看黄阳达那些 最多都是什么 你生伺服器而已 最多都是这样 好了 那你说今天 突然间呢 就说搞这个Telegram 那个Sug Channel 那个判了六年半 本来七年判了六年半 然后那些法官呢 你们那些法官不要乱说话了 你乱说话就炒起来 那你见到这些改变呢 都是香港不是一个人说事 但当然了 习主席他还是党总书记来的 在中国他有绝对的权力 你如果现在说 就是 我其实觉得一样东西 李克强也是一个过渡的东西 就是搞了一个经济 他始终 我觉得他 他不会由李克强去做下一任的党总书记 李克强是这段时间出来搞经济 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 即是说 李克强 今年中国的清零政策会一直搞下去 好了 清零政策一直搞下去的时候 我就不能够给经济死 那经济由谁搞呢 就李克强搞 暂时我们看到这么多东西 暂时看到这么多东西 我看到有些海外 譬如德国佬说一些阴谋论 台湾阿明居正都有说的 可能是习主席那些引蛇出动 你问我 坦白说一句 你真的看得输太多了 现在不流行阴谋论 哥仔 现在人家用大数据 还用孙子兵法 你不能让我笑 对吧 你想想 习主席和李克强 前斗多年 他不知道在党里面 谁是反习派 我批了个头给你当凳子坐 我今天拿下李克强 谁敢动 基本上没有人敢动 基本上不要引我笑 坦白说一句 你还用以前孙子兵法的阴谋论 包括明居正那些 你这些 别人美国佬用大数据 用大数据 全部输入了分析 不能动 不能动 还用孙子兵法 那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那些是没有的 现在是不用的了 你是不是看书看得太多 当年毛泽东怎么同 毛泽东的年代 毛泽东握权 他跟着弄了个刘少奇出来 刘少奇下面有多少人反我 我怎么知道 我之前握权了 所以他才神仁了一段时间 整个文化大革命 现在还需要用这个方式 不要引我笑 你是什么年代的人 你是不是看书看得你傻了 基本上 没有了 你问我很简单 李克强现在出来 是一个过渡性的人 暂时我们在牌面看到的 就是他搞好经济 其他的东西都是习主席的 而香港应该是党团决定 简单说一句 中共那帮元老 就留在香港做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当整个中共都搞不定的时候 就由香港救回整个中国 其实是这么简单 问题就是 现在的经济 暂时由李克强掌权 那对香港有没有影响? 有的 有 因为为什么呢 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 在现在来说 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香港可以吸回美金 那就是两件事 如果那些中概股 继续可以在美国生存 那些美金就救了中国很多 那你看到为什么现在说 不如取消或减缓关税呢 美国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因为之前跟特朗普的年代 美国和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已经大大减少了 那你只剩下三分一 四分一就跟你做 没所谓的 你见到打乌克兰之前 美国和俄罗斯有生意做的 他不是零料 只不过现在那群元老还没放 耶伦有耶伦说 但是戴琪就说不能放 那其实戴琪有权吗 后面那群人有权的 其实天下乌鸦都一样 只不过美国有两个党 中国只有一个党 背后都是那群元老做事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解读 就是你解读多了 你解读多了 你见到现在上海 其实暗盘还在封城 你见到成都现在也是开始封的 你见到现在北京 都是开始天天核酸检测的 那如果李克强的 这些已经没有了 那李克强那群人不戴口罩 那当然是 就是我都屈得很久了 你还被我威胁一阵 那这些不代表什么 就是无需要过分解读 是吧 因为坦白说一句 李克强就屈了很久了 本来李克强就无声忍退 他已经说了 就是我已经去年多了 就是我已经退了 那也有人说 李克强是 林别秋波 所以这么高调 林别秋波就更加不会高调 是吧 也就是林别秋波 为什么这么高调 是吧 就是林别秋波 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 是误会的 就是说 他应该就是 清零 这个清零政策 今年一路再走下去的时候 就是李克强出来扶住了经济 那经济不要想 好了 接着你说二十大是怎样呢 那这些呢 就是你看上去就知道了 那些元老是自有决定的 其实 无需要解读太多 但是李克强做的经济 香港是应该会有变化的 应该会有变化的 如果给李克强 暂时掌权来说 香港哪个做财政师 或者是副财政师 都可能有变化的 所以 大家看上去就知道了 那大家都看到了 今天 就是 我很恨这个道路多 很恨这个人的 你看到 由孟晚舟 孟晚舟是美国佬让他下台 算了我不告了 你让他走 让他下台 那你看看这个人 由19年特朗普的年代 就说 就是 华为和中兴的5G 搞搞搞搞搞搞搞 搞了两年多之后 现在正式禁止 就是华为和中兴 参与5G 因为为什么呢 他已经看到 他就看到整个世 当时这个人不肯的 你看看新闻 我们报导过 当时这个人不肯的 当时欧洲不肯的 好了 你看到慢慢慢慢地 就是他就转风向标了 转下转下转下 现在你看到 中国经济这么弱了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弱了 如果再简单说一句 就是没钱 不用这么复杂了 因为你没钱 为什么要卖中国呢 因为你来我这里投资 你大撒币 审钱 是不是一路来欧洲审钱 一路去 一带一路审钱 我借钱给你 一路去这个 加拿大审钱 那些人就跟你说话 那是哪一个反 第一个反 就是谈得错 是吧 你没那么多钱给我 那我就帮彪基斯说话 对不对 好了 现在看到实一实 你看到 今天是拜登 去日本的时间 这个人就马上说了 这个人是拆头 告诉你 我很厉害这个人 现在看到 看风洗你了 看到了 现在当然是卖美国 成这样就卖了 这些是拆头来的 真是拆头来的 你指望他救你 一定会死的 真的 所以在加拿大 你不要相信那么多 我不是加拿大的人 是这条杜老多 现在看到实了 都是美国是大佬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你现在任志刚那些不出来 是吧 为什么任志刚不出来呢 任志刚那时候就是说的 哎 为什么联系汇率 不应该只跟美金挂钓 应该跟其他货币 应该给人民币 可以买港股 因为人民币规模很大 迟早国际化的 打赢这个美金 一加息别人 你就做乞业 是吧 别人加息了 那就马上挂了 不行了 那余偉文就走出来 每天接美金 每天接港元 每天接港元 那你联系什么 那你走出来问任志刚 叫任志刚出来 是不是 你出来说 是不是 那不要接 接来人民币 这个联合汇率 我现在就趁这个时候改了 是不是 那你做不做到 不行 一定要接 很辛苦可以接 那就是这样 好 那今天是星期五 预动大家周末如化 一周股市大事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